大家好,我是兰兰 今天我们来季夏这边玩 大家跟着我看一下 季夏这边好玩的都有哪些吧 今天很热闹 好多人在这里敲锣打鼓的 哇,这是正宗的农家货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桥吗? 桥底的两端各有一排原木构成的八字掌 就叫聚宝桥,又称季川桥 我们一到村子下来就会看到这座桥了 聚宝桥是我们平南县唯一的一座八字掌木构南桥 当我们走累的时候,不仅可以坐在桥上休息 还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这个就是飞来庙,我们过去看一下 当地人俗称水尾店,就在聚宝桥的隔壁 店内还有清代的壁画和银帘 四飞来大王 村中央是一条龙祭溪 这个就是四国亭 俗称四脚亭 独特的十五柱结构 供奉着五圣光云禅、光平、周参神像 这是建在龙祭溪两旁上的房子 男子的走廊挂着红灯笼,看着古典又喜庆 这里就是龙祭仙宫了 也称马仕天仙殿 它的位置就在两溪的交汇处 这里风景秀丽 环境清幽 这个店的店上方建筑的很有特色 上缘下方取天缘地方之意的意思 这是记下的工艺艺术教育中心 这就是花桥,也是风景桥,是群村群众活动中心 村民们常常会聚集在这里看看电视聊聊天 这个就是记下的古城楼 两层的石墓结构 看着城墙体充满着斑驳 我们能看得出时间流逝久远了 干事之时 因为这个季节来村里参观的人比较少 所以他们这些地方门都是关起来的 我们找人来开了门进去看一下 这里面看着比较神秘 墙壁上面都是写的毛主席的余录 楼上有个记下图书馆 这是三座房子互通的 我们到左边看看 这里面就是武术协会馆 还有虎庄全研究协会 还有民间文化艺术团 据当地村民说 这边平时也有人在这里面练舞 这边就是右门进来的干事之池 目前正在装修中 上楼去看看 这边就是图书馆了 这个图书馆还挺大的 里面书类品种也挺多 接下来我们去看一下村里新建特色的地方 这位姓刚的叔叔热情地邀请我们到这里面来看一下 这个是新建的 这里面就是我们福建历史名人干国宝的展示馆 2003年8月11日 福州成立了福建省历史名人研究会 然后习近平主席来电恭贺 他三岁出生后住在小里 三岁到七岁到七岁到七岁 这里面是讲述了福建历史名人干国宝一生的传奇 这就是我们福建历史名人干国宝的树像 接下来带大家去最后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特别哦 这是现在刚刚建造的还没有完工 站在最高的地方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村的美景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 喜欢看更多关于平南乡村特色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会